请收看 为心世界 用心看台湾 专民健康保险 山高污染世间城 伤无人心本清净 红军老祖法旋轩 中华三祖的流宝 满眼子孙一万年 各位尊严寿者 大家平安 大家好 欢迎收看 用心看台湾 专民健康保险 为着要靠谱 专民健康 让大家知道保抑身体健康的理念 我们在买邀请在台湾上优秀国科的专业医学院 来关心大家身体健康的问题 增加健康的专业底下 让社会 家庭 每一个人都可以平安 健康 快乐 今天去接受我们的访问 这是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 风湿免疫过敏科魏正宗魏主任 魏主任你好 师姐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魏正宗魏医师 是 魏主任其实今天很难得邀请到你 因为我知道在医院里面的主任特别的忙 大概都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 行政 教学 研究 其实三大部分 特别我们在医学院里面也在教书 我们也在研究所有的学生 当然更多一部分是门诊跟住院的病人 主任本身也是要门诊吗 我也要门诊 事实上大部分时间也在门诊 我一个礼拜有四次的门诊时间 是是是 会不会有像这些病人 他的酸定医生说我来选择医生 所以会选择主任特别的多人 不可否认 大家人都有这个心态 多少都有 但是我们医院现在很多科的医生 我们这科没有 里面有六个医生 其实每个人都是很资深的 是是 所以基本上大家都很优秀 是 我相信因为大时间来 我们从蒙南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的医生 或者是某科的这些主任 其实大家都非常的敬业 而且态度都非常的好 引起很大的一个回响就对了 但是因为我们今天是将对这些 风湿免疫过敏嘛 那现在这个风湿免疫过敏 尤其我们要一段一段的来谈 也会让很多人知道说 自己的身体要怎么样去注意它 不过提到了就是 先要来谈的就是内风湿性的关节炎 我对这个内风湿性的关节炎 其实我以前第一个印象 就是说我看到一个女生 那我看到她的时候她两只手就好像那个 夹腰的那样 就是歪歪的 但是就是这么样的很奇怪 我那个时候才认识说 原来这个叫做内风湿性的关节炎 所以其实很多人很害怕得到这样不得已的问题 但是今天我想要请问一下就是说 什么是内风湿性的关节炎 好 内风湿从名词上来看 内风湿性关节炎 就是它有点类似风湿的一种关节炎 也是 所以讲一下人就问我说 到底什么叫风湿 对 风湿其实是我们这个传统 在说是说所有关节症状 你的酸麻脏痛 都叫风湿 是 所以风湿是一个症状 那风湿的原因背后呢 就一百多种了 真的吗 是啊 好复杂 我们这一科就把这种风湿跟关节炎 就分类成很多种 是是 那么其中一种算是最严重的 是 也是最主要的 就是这个病叫内风湿性关节炎 所以风湿其实跟内风湿不一样 风湿是一个概称 概称 一个症状而已 是是 那内风湿性关节炎是一个很特别的病名 那这个病名当时为什么这样子叫呢 是因为它有点像风湿 可是实际上它比风湿还要更厉害 它实际上是一个全身性的自体免疫疾病 是是 我听说这个内风湿性的关节炎 它只要发病的话都有相对应的 好像左手左脚都会同样一个地方 或者是脚直头或者是关节 为什么这些是 为什么是一个这样子 没有错 因为免疫系统其实全身都有 是 所以这些自体免疫疾病 它一旦发病都是全身性的症状 是 所以它会攻击全身的关节 像你刚才说的 其实很多病人到最后 整个双手双脚都会变形 对啊 而且是可以扭曲 是 可以完全破坏 所以它是一个关节炎最厉害的一种 是 那因为免疫系统 其实它会影响的器官也不只是关节 所以我们把它放在我们这一科 叫免疫风湿科 是 因为它会同时影响到内脏 有影响到我们内脏吗 对啊 当然它的症状来说 刚刚师姐有提到 其实大部分人它一开始的症状就是 对称性的 多发性的 是 关节炎 意思说它的关节 会全身几乎都痛 这里面最痛的地方其实是在手 小关节 跟脚的小关节 是 痛起来就是好几个关节一起痛 是 是 对 可是早期又不见得会有那么明显的症状 所以要提醒各位观众就是说 早期 其实它最常见的症状其实是 早上起床 你会觉得手的软软软 不能活动 对不能活动 沉肩僵硬 是 那这种沉肩僵硬 如果你早上起床 几乎每天都有 那这种时间如果超过30分钟 这只通常就是内风湿性关节炎 所以如果说自己在怀疑 比如说有些人是观众在痛 还是说手观众在痛 但是在怀疑自己到底是 这个风湿痛或者是 内风湿性的问题的时候 也要去观察说你的手到底痛多久 对 当然 那这个病人都是慢性 越来越多越来越厉害 而且一旦发作就是一辈子的问题 那如果你只能偶尔有痛有不痛 大部分时间都没有关系 那这种人其实大概都不是内风湿 那第二个可以判断的症状就是说 我刚才说过 对 它是早上起床最厉害 那你动一动以后 通常反而好一点 是 那一般我们流动的人 有时候也有方式嘛 那种流动阴气的是说 你休息就比较好 睡觉一般都没痛 是是 工作做了才会痛 所以一个是越动越不痛 一个是越动越痛 是 它是完全不同的形态的斑结炎 所以其实很多的病症 包括这种类风湿性关节炎 还是说关节炎来说 我们自己本身也是要去注意说 你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 然后再做一个 打扁的时候 打扁本跟医生 来看看自己的问题 没错 没错 当然类风湿急性 最重要的就是说民众要自己自觉 当你的关节 你会常常会痠 会痛 而且双手对称 特别早上起床 你会轻轻 这个时候就要警觉了 因为这个时候你再不去治疗它 那接下来呢 就开始关节 就开始真的红肿热痛 是 所以你看有的人关节都会症起来 是是是 症得好像共同一样 对对对 一摸一摸很明显 再不去治疗它 就开始变症了 所以会给外国起刀 是是是 最后事实上全身的大小关节 有时候都会破坏到 是 为什么它只会在关节呢 关节是它一开始的症状 这是好问题 因为关节里面 其实它有很多的免疫细胞 它会自己攻击自己 那攻击的最主要的目标 就是我们这个关节里面滑膜 所以它的病因 其实是因为自体免疫的失调 什么叫自体免疫 就是因为免疫细胞有点失调 是 它自己攻击自己 不认识自己了 对 它以为自己的细胞 是外面的敌人 所以它要抵挡一下 对 所以就造成 这种全身性的自体免疫反应 是是是 混混一脉是更远 闪到忽然是间沉 上忽然心本心惊 同群老族发旋旋 但是我看这些文献报导 它这个类峰式性的关节炎 有的轻有的冬的 比较轻的话大概几个月 听说还有一两年 那可能就会好了 但是有一些是很多人 可能是一辈子都有可能的 的确恐怕大部分的人都是慢性病 是是 但是它会起起落落 起起落落 有时好有时慢 那只有非常少数的人 其实是一阵子过了就好了 那种占10%而已 是是 90%其实是一辈子的问题 所以10%是很幸运的 是很幸运的 治疗得早 发现得早 那种才有机会 是 所以如果说像 我们这10%的人 他应该不会伤害到身体吧 如果这样是还好 通常他好好的治疗过去就好了 是 不过的确90%都是慢性病 而且理论上随着时间 机会越来越大 攻击的地方会越来越多 我们刚刚只提到关节 是 其实内风湿的人 其实慢慢就会有其他的症状 对比方说 很多人会嘴巴干眼睛干 最后就干燥症 干燥症 就像一些一般的干眼症算吗 干眼症嘛 分两大 两大类 一种是免疫造成的 那就是我们这一科的问题 是 一种是局部的眼睛的问题 是 那有些人这个内风湿 在发展的更久一点 有些人他会造成内脏的影响 像心肺 是 他的血管会容易硬化 是是是 也会影响到其他的内脏 像肾脏 像是他的皮肤 所以慢慢的会有 越来越多的其他的症状 是 所以其实我们很多朋友 你大概只是以为说 内风湿性关节炎 侵犯到我们的关节变形 甚至不方便活动而已 听我们的卫主任在说 其实他会侵犯到我们的内脏 这个问题就更大 所以希望说以后 我们还有机会 让大家知道说 这个病真的很恐怖 但是也知道怎么样保养我们自己 可是我们想知道就是说 其实这些 这患者的这些族群 还有他的病因 目前到底是怎么样 是 基本上我们知道这些人 都是因为免疫的失调 自己最主要的原因 是 可是更源头到底是 为什么造成免疫失调 那详细的原因并不清楚 但是我们知道有很多东西 都会影响免疫系统 是 最常见的其实我们的生活的失调 比如说你最近生活不正常 压力过大 是 常常熬夜等等的 生活作息如果乱掉 那你的免疫系统就会乱掉 是 这是第一大类的原因 是 那第二大类其实有很多人 是因为感染 感染到 所以感染是感染到哪一些 比如说病毒 或者是细菌 感冒算吗 如果只是一般的感冒 通常不会 但是有一些像慢性感染的病毒 像有一种叫聚细胞病毒 那有一种叫EB病毒 那这种比较慢性的病毒 那在特定的人的基因 有这种体质的人身上 它有时候会造成 自体免疫的失调 所以病因来讲 基本上分两大类 一个是先天你有这个体质 那后天加上一些环境 生活或者是感染 让它失调 是 这是它的病因 是 所以提到这个病因 他刚才为主你也有说过 其实要发现它 也要靠自己先去判断一下 或者是来就医 但是我想就是说 这些其实它这个病 刚刚开始的时候 医生你马上一判断 就会知道吗 这个诊断其实要有点难度 有点难度 所以代表病人 其实都是被误诊很久 把它当作是关节炎 对啊 或是当作工作劳累 跌打损伤 有啊 是是是 所以诊断其实要找专业的 风湿科的医生 所以我们现在医院就成立了一个科 叫风湿免疫过敏科 是 专门来处理这种 比较不好诊断的关节炎 那有经验的医师 除了问诊 看你的手 那他们会加上一点点抽血 来减少量的免疫的功能 是 那其中我们最常验的是一种 叫类风湿因子 或者是验一些其他的免疫 跟发炎的指数 那如果这些指数也高 综合判断你的症状 这样才能够下类风湿性关节炎的诊断 是 通常如果说不抽血 只有照X光可以吗 X光是这样 通常早期看不出来 一般都差不多一两年之后 是 关节已经开始破坏了 你才看得出来 所以我们当然不希望 这个时候才来看我们 是 早期只要有症状 你就要回来看风湿科 是 先抽血 大概就可以诊断了 是 所以其实现在的民俗疗法很风行 大家如果观察在痛 或者是说手关节 或者是哪个地方的关节在痛 很多人其实就是说 找人咬咬就好了 咬咬都会轻松 这是确定的 但是如果真的是 自己的免疫功能出了问题 真的咬咬咬 其实延误了病情更糟糕 对 师姐说的好 其实观众朋友 你老任何的关节疼痛 常常犯的 这块呢 反反复复的 你还是要先找风湿科 查出病因 是 原因确定了之后 要来对症 来治疗 不要只是症状治疗 你而已 事实上治标不治本 通常我们还是建议 查识原因 找风湿科 把一些不同的疾病 都先把它分清楚 如果确定是类风湿性关节 你还真是要找内科医师 好好的用药治疗 这不是说休息 还是按摩就可以解决的 是 您刚提到说 会伤害到我们的内脏 主任你看过最严重的人 伤到内脏的情况是怎样 肺部 我们看过一个病人是这样 他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 是 蛮厉害的 关节也很痛 造成这个肺部 整个肺部 两边都变白了 很厉害的肺部的发炎 就是被细菌侵蚀了吗 他其实是免疫系统 他自己攻击自己 他有时候会攻击肺部 造成这种弥漫性的肺炎 我们也看过一个病人 他是因为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 其实也没有好好的治疗的关系 是 很年轻就心肌梗塞 因为他会早发性的动脉硬化 是 所以有时候会有很多其他的并发症 是 所以其实我们知道就是说 一个病因 譬如说你刚刚说 这个肺炎 他有可能他牵连了更多了 其他的病因来产生的 心肌梗塞 有可能你其实不是这个病因 其实有很多的原因来产生 所以全身的循环都有关系 当然 所以正确诊断最重要 很年轻先找专业的医师 先把病因查出来 针对病因就有不同的治疗 是 目前在我们免疫风湿 风湿免疫过敏科 这里面都跟我们的免疫系统有关系 是 可不可以请主任你来谈谈 这个免疫系统的疾病 目前大概最多的最严重的 还是说 你常常在这几科里面发生到了 这个什么叫做免疫系统疾病 那常见的免疫系统的疾病 基本上分三大类 那免疫呢 过高 过低 或是失调这三大类 意思是过高 是它过厉害 是 那过高各位常常听到的是过敏 过敏 它就是太敏感了 太敏感了 反应太强了 是是 第一大类就是过敏 包括过敏性鼻炎 过敏性皮肤炎 蜈蜂疹啊气喘啊这种症 是 这第一大类 是是是 第二大类是免疫不足 抵抗哪比较 是 所以这些人常常会感染 是 三不五时就发生啊感冒痕痕啊 这就是我们的免疫系统的问题 这也是免疫的问题 就是过犹不及都不好 是是 第三大类其实更常见 它也不是多也不是少 它是失调 它是自己打自己 就是我刚刚讲的自体免疫疾病 是 这一类疾病的包括很多 包括类风湿性关节的其中一行 自体的打自己的是最严重的 对哦那这种通常就全身性的 是 那各位可能还听过红斑性囊疮 是是是 僵质性脊椎炎 是是 干燥症 是 等等的好多喔 这些都是自体免疫疾病 是 那它的原因就是因为免疫的错乱 失调自己打自己造成的 所以我们就看这三大类的疾病 包括过敏 包括免疫 包括风湿 是 所以我们就把它合在一起 叫做过敏免疫风湿科 这个跟一般的生活里面 刚刚主任有提到说 就是压力大 或者是作息不正常 就是说饮食有没有关系 饮食看哪是哪一类的原因 如果是过敏 那很多人都跟饮食有关系 那如果是这种抵抗力差 那基本上跟饮食影响不是那么的大 那基本上或多或少 后天的调养包括饮食 包括整个生活习惯 其实都会影响你的免疫系统 所以如果你是已经发病的 已经知道有病的人 你的饮食就要非常的注意 是 所谓发病就是说有过敏的人 对 包括过敏也好 包括你已经知道你有自体免疫疾病也好 如果你也知道你免疫都不大好的人 那这个你就开始要调整 那平常我们怎么调 在饮食方面大概我们就希望你要回到一个很正常的 很天然的 很简单的饮食方式 是 所以不要吃太好就对 这个跟喝酒有关吗 酒适量基本上是OK 适量指的是非常低的量 尽量是不要喝是最好 是是 所以饮食是其中一块 那其实更重要的是整个身心的调整 是 所以可能每个人的生活习惯都要变得很健康 不要熬夜 是 然后心理状态也要调试得非常的好 心理状态所谓呢 很多人都是压力造成的 压力 或是緊張 逃犯 是 所以我们免疫系统的人 其实多多减减减到最后都有一点忧郁症 不然就是很紧张 是 所以一定要把你的身心都要调试好 所以其实尽量放松 我想就是说现在我们现在周休二日的很多 应该利用这周休二日 好好把自己的放松 但是我知道就是在医院里面的医生生活都是很紧张的 所以医生有很多人是有病人 对 所以基本上不管是谁 只要你要让你的免疫系统好 其实回归最重要的是生活习惯跟身心灵的调整 是 所以我们现在在我们社会上有很多调整身心灵的 或者是怎么样放松我们自己 或是一些像可以到哪个地方去玩的 去放松的 说真的要花一点钱 这倒是真的 但是放松我觉得是很有必要 对 没有错 另外一个是适当的运动 适当的运动 但是又不要过度的劳动 所以你要拿捏好 是 很多人都做过度了 是 这个运动跟劳动 也请你在这个时候再提醒大家一下 是啊 我们希望的是全身性的 所有关节都动到了 这个叫运动 是 而不是局部性的 重复性一个动作 是 那就是劳动 基本上关节不好的人 然后他有问我说 你要运动吗 可以运动吗 基本上我都说 基本上你说是全身性的运动 比较温和的 走路也可以 走路也可以 很好啊 游泳啊 做体操啊 是 学点气功 太极拳也很好啊 是是 适当的运动 对关节炎 对免疫系统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内风湿性关节炎的人 比较轻的时候 包括关节炎更轻的人 你要说风湿啊 就不能接到水啊 是有这么样一说吗 的确就是说我们这个关节啊 通常在湿冷的环境 比较有更多 是是 所以要注意保暖 是 不要太拼的东西 包括吃的饮食 也要注意不要太拼的东西 是是 这个跟血液循环有关 也要影响我们内风湿的症状 所以保暖也很重要 是 那发病的年龄呢 大部分内风湿是中老年人 中老年人 女性为主 女性吗 对啊 女性大概是男生的十倍 它是跟荷尔蒙有关吗 那女性为主的原因 不是那么的清楚 但是其实很多自体免疫疾病 很奇怪耶 都是女生比较多耶 为什么女生 像红白狼疮啊 对啊 女生这么不认识自己呢 当然也有些病是男生比较多 像僵直性脊椎炎 像肝癌啊 那是男生的病 是 而且男女是有点差别的 在这个免疫系统方面 是某些疾病上面 是有可能有差别的 是有差别的 对 看起来跟荷尔蒙是有点关系 是 跟你的生活习惯也是有关系的 是 是 所以说假设 他怀疑自己的关节痛 那或者是怀疑自己 有什么病的时候 应该要找哪一科 如果你是关节的痛 已经有一阵子的 这种一定要来看医院的医生 看医生 那如果是短期的痛 你可以先休养一下 嗯哼 观察一下 基本上这种痛 超过两个礼拜没有好的 我觉得都要到医院来看 那基本上先看内科体系的 我们叫风湿免疫科 是是 那如果你需要开刀的 就找骨科 是 如果你需要做复健的 就找复健科 那为什么要开刀呢 那少数人其实到最后啦 关节已经破坏了 是 那个时候已经要换人工关节了 是是 只能找骨科了 是是 那在早期我们希望先以内科为主 嗯哼 用药物为主 嗯哼 后期才是手术跟副健 是 那吃这个药物要长期的吃吗 呃 我刚刚讲的是百分之九十啦 那 只有百分之十的人有机会停药 嗯哼 百分之九十都一辈子要吃药 是 还好啦 药物也不是 现在药物的进步其实也蛮多的 是 已经不像以前那些旧的药物说 那么多的副作用 嗯哼 所以如果经过适当的专科医师来治疗 基本上这药物的副作用都很少很少 是 那好处远大于坏处 是 而且大部分有很密切的追踪 通常是可以避免掉副作用 是 所以要找到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 真的要找出原因来要一段的时间 但是呢一定呢 这医生有开药有要做治疗 一定要多配合 另外呢我想大家很多关心的 有些人真的得到了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 那目前在我们的医学上 那有没有什么进行在研究再进行 的确喔 类风湿它的药物啊 这几年其实进步的非常非常的快 嗯 那可以说是改写了过去治疗的这种准则 嗯哼 那么类风湿的治疗药物啊 基本上这两大类的药物 是 是 一种是症状治疗 症状 一种是调整体质 症状就是说不要痛啊 对就是症状给你先不要听 所以一种是治标 是 一种调整体质就是治本 这是病菌吗 对 那通常一开始有两种都药 嗯哼 那到最后呢只剩下调整体质的药就可以了 是 那在急性期的确需要一点点症状治疗的药 那症状治疗的药其实大家都比较知道 像止痛药啊 像类固醇啊 嗯哼 还好现在比较新的药都是没有止痛药了 是 我们有所谓的肺肋固醇的 是 消炎药了 是 这种比较新的药啊比较没有副作用 嗯 那这个是治标 那其实重点就是说治本 那治本就是我们称为免疫调节剂 是 那这几年其实很多的药物都已经发展出来 是 那这里面有传统的口服的免疫调节剂 是 也能改变你的免疫系统 是 也能调整你的提前 是 还有一种比较新的 我们称它为免疫标靶药物 嗯嗯 这种就是一种比较专一性的标靶治疗 标靶是针对很严重的 那一般来讲就是我们会一步一步来 比如说你如果轻胜的 那可能口服的传统的药就可以了 那比较严重的你可能就真的用到免疫标靶的药物 是 是 那免疫标靶药物这几年其实台湾也都引进了 健保也都给付了 是 只是健保的给付标准比较高 那现在种比较严重的人 是 或者是传统的治疗没有效的人 是 那不过不管怎么样 如果你真的有这个内风湿 那你就要跟医生来讨论 是 那医生来评估要不要用这些新的药 还是只用传统的药就可以 是 那这个药的进展可以让大部分的控制都非常的好的 是 没错 所以如果说 我们这请讲朋友有这个内风湿性关节炎 其实如果听到我们现在 我们的魏主任提到了这么多 其实他治疗 目前都一直在进行研究 在进行当中 我相信哪一天会对这个病 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治疗 所以说其实也不用担心 那今天我们感谢就是为主任来接受我们访问 谈到这个内风湿性关节炎 我想很多人都是很注意自己的身体 谢谢你感谢 谢谢 谢谢师姐 谢谢 当时我们也很感谢收看 用心看台湾全面健康保抑 祝大家平安健康 祝大家平安健康 那你很感谢 uard instinct 時尊無負責 你會將生你的孤雷 雄我驚心地 仍有財貴 財貴 請收看衛心世界 用心看台灣 全民健康保護 山高污染世間塵 上路人心本清淨 風君老祖發泉圈 風化山豬的流泡 滿顏之瞬一萬年 全民健康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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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個人都可以平安健康快樂 今天去接受我們訪問的是 中山醫學大學 複舍醫院 風濕免疫過敏科 魏正宗魏主任 魏主任你好 世界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中山複舍醫院 魏正宗魏醫師 魏醫師 我們今天談到風濕的問題 我聽到風濕的人在說 風濕症如果痛起來 痛到肚子沒空就會倒下去 當然我們沒有這樣過 可是是不是真的這麼痛 是啊 我們觀眾如果痛起來 有時候痛到口風也痛 吹風都痛 一點點風過都痛 對啊 所以有種病叫痛風 是啊 有些關節痛到全身沒有辦法動的 咬到木頭一樣的 痛風也會這樣嗎 僵直性脊椎炎 是 也痛的嗎 這個病就是這樣 是是是 還有人是全身關節變形的 類風式性關節炎 是 所以關節有時候痛起來是很厲害的 是是是 所以這個痛風還是真的很痛的 真的是很痛 有人形容說是僅次於生小孩的痛的 的一種痛叫痛風 是喔 是啊 所以痛風是男生還是女生多 男生多還好男女平等 是是是 所以讓男生常常看生小孩的痛是怎麼樣 是 是啊 所以痛風我們常常講是一個最痛的一種關節炎 是是是是 那種痛到這個咬到風就痛了 下床也痛所以沒辦法下床的 是是是 所以今天針對這個痛風 請我們衛醫師衛主任跟我們講一下 什麼叫做痛風 好 痛風是一個顧名思義 如果你說你疼起來吼吹到風也疼 另外一種說法是說 來了很快像一陣風一樣 是 有時候去的也蠻快的 是 來去如風 是 痛風的名詞是這樣來的 那痛風精確的來講 其實是一種尿酸引起的結晶性的關節炎 所以這個病因其實就是因為尿酸沈澱在我們的關節炎 是是是 所以這個尿酸待會兒我再來請教一下衛醫師 就是說其實有什麼說 說這個疼風 有一次有一對夫妻在吵架 就是說他的腳痛得不得了 叫他太太幫他刮一刮 可是他一看他又紅又腫 他說不是喔 你這根本是因為是痛風 因為他的先生長期就比較愛喝酒 是不是這個樣子 的確痛風的症狀典型的時候是這樣 突發性的 然後某一個關節突然紅腫就痛 而且最好發的部位其實是在腳上的大股翁 大腳趾 當然有可能其他的關節也會 他會相對應嗎 他都是單發性的 單發性 一般來說都一個 一尾而已 不是說兩隻腳就像是類風式這樣 比較不會對稱 是 但是除非他是很嚴重的 有時候會兩三個一起痛 通常是一個關節 突然然後紅腫熱痛起來 這是他典型的症狀 是是是 所以都是男生可能喜歡喝酒 或者是吃得太好是不是 那發病的原因其實有三大類 就是說第一個是飲食習慣的改變 是 大吃大喝啦 而且喝酒啦 這個是最常見的 是是 第二種是過度的勞動你這個關節 是 很多人是運動以後 或者是做工作以後突然痛起來 是 因為過度的勞動的關係 是 第三個有時候是因為你水喝的少 嗯 喝的少排泄的少 是 尿酸就會累積 是 所以這些情況都有可能造成突發性的痛風發作 是是 不過提到這個痛風 您剛剛提到這個尿酸啦 有什麼痛風跟尿酸有關的 尿酸它就是什麼 為什麼尿酸會造成痛風 好問題齁 尿酸每個人都有 尿酸是維持你生命很重要的東西 是 我們的細胞在代謝的時候 DNA代謝就會產生尿酸 所以每個人都有 是 但是尿酸過油不及都是不好 是 如果你不夠是你代謝能量會比較差 但是過度有時候就會堆積在關節 是 就會造成痛風 是 所以尿酸高是造成痛風的最主要的原因 是 尿酸什麼叫高呢 尿酸我們一般有一個定義 是 男七女六 男七女六 男生超過七 女生超過六 所以你要去抽血 驗尿酸不是驗尿喔 是抽血 抽血 驗尿酸超過七 不管你是男朋友都算大 那女生一般來講是大概抓六 會比較嚴謹一點 是 所以尿酸過高 到某一個時間點 有一個誘發的因素 是 就造成痛風 是 不過這裡面有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說尿酸高的人 其實大部分不一定會更糟 百分之九十的人 其實是沒有症狀的 是 那這種我們就稱它為 無症狀的高尿酸血症 那這有潛在危險喔 那這種就看你多高 所以我剛剛講七 這是一個參考 是 是 但是如果你在九以上 那這種發作的機會 就非常的高了 痛風超過九以上 就機會就高 對啊 你去驗藥酸 藥酸驗起來數字 大於九 是 這種你只是早晚會發作 通常今天不發作 明天也會發作 是是是 如果在七到九之間 那通常發作的機會 還不是那麼高 我剛剛講百分之十 是 這種人有說你還可以先 飲食控制觀察看看 是是是 所以其實尿酸太高了 很多人很擔心 但是這個尿酸可以治療嗎 尿酸是可以治療的 尿酸的治療基本上 要看它為什麼尿酸高 這個最重要 把原因拿掉 那我們身體如果你比喻成 是一個水庫 那尿酸為什麼會高 一定是進來的多 出去的少 所以就滿出來了 是 就沉澱了 所以進去的多 通常都代表你吃的太多了 這個吃是吃太好了嗎 吃太好了 因為高尿酸的食物 都是那些所謂的高普磷食物 是是 這裡包括內臟 酒 高熱量的食物 是是 脂肪這如鹽 所以吃太多就會進來的多 那第二個就是你排泄的少 排泄的少 除了腎臟的排泄功能之外 另外一個是你喝水喝的太少 是 所以兩大原因 一個是水喝的不夠 一個是你年紀老化 或是其他的原因 腎臟排泄功能變差了 是 所以要開圓又要節流 是我們的治療的兩大原則 是 所以還好尿酸可以治療 但是為什麼呢 這個痛風跟尿酸有關係 聽說它那個什麼骨頭 有什麼結晶或是什麼東西 這到底是什麼 是 那痛風之所以會發作 發作通常它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的關節在某一天 通常是在比較冷的天氣 是 或是剛才說的過度運動 是 或是吹到風之類的 是 所以在冷的環境之下 它尿酸就容易沉澱 沉澱啊 對 這種化學物質在溫度低的時候 就容易沉澱 是 或者是讓它的酸度 酸鹼值比較低的時候 就容易沉澱 當它一沉澱在你的關節 是 那就會造成我們免疫細胞 就開始發炎 所以一般來講一旦發炎 那就開始造成紅腫熱痛了 是 這個時候就已經很厲害的 紅腫熱痛的 是 痛風性的關節炎 是 最好了我們再把 平常就把尿酸降低 讓它沒有機會沉澱 基本上就不會有痛風的問題了 是 痛風的治療其實歸根究底 最重要還是回到降尿酸這件事情 是 把你的高尿酸血症把它控制好最重要 是 不過有一點我看了這個文獻 它說聖結石它跟尿酸結晶有關 是 那也是你剛剛提到說天氣太冷了 是 它還是會沉澱下來 是 它是沉澱在我們的聖的地方嗎 對啊 這也是很好的問題 很多人都問我說 我都沒痛 我是怎麼要治療 我現在都沒症狀對不對 但是尿酸它沉澱不只在關節 它也會在腎臟 是 會造成腎功能不好 是 造成尿酸的結石 是 它有時候會沉澱在你的這種皮下脂肪 也會嗎 所以很多人都會一粒一粒 痛風食 是喔 會聽哄笑 用手勃會出來嗎 對啊摸得出來 有時候會長得像酒頭一樣 真的喔 那個很多人把它當作是脂肪瘤吧 所以要去分辨清楚 如果你是因為尿酸造成了痛風食 那代表你已經今年累月 已經有點嚴重了才會這樣子 千萬不要猜測 對啊 混混一脈是更遠 山高忽然是漸塵 傷不忍心本清淨 紅群老祖發旋旋 而且更新的研究這幾年我們發現尿酸的沉澱 不只在剛剛講的腎臟關節脂肪 最新的研究是它會沉澱你的血管 心血管 是 讓你的心血管容易造成心血管的病變 是 所以通風的人容易心肌梗塞 是喔 容易腦中風 是喔 是有連帶關係的 不是只有說你的什麼血液裡面太多脂肪 然後血不通 哪個地方產生了怎麼樣其實都有關聯的 對 當然心血管疾病有很多的原因 抽菸喝酒 是 是 但是尿酸本身是一個獨立的危險因子 所以如果你把它控制好 至少你的機會會減低很多 是 所以想請問一下 我們這個通風的浩發年齡還有引發痛風的 再跟大家說明一下 是 痛風浩發在中老年人為主 中老年 對 大部分都是有點肥胖的人 是 中廣身材 是是是 男生為主 男生大概是女生的大概五倍左右 五倍 對 所以中老年男性又有點胖的人 就是特別浩發的族群 是是 但是這幾年我們發現年齡層越來越低喔 現在青少年痛風的也不少了 也是吃太好的關係嗎 對 吃太好了 喔 然後加上運動的又少 是 排泄的又不夠 是是 那另外一個族群是你本來 你如果說內科的疾病 就有一點 像肝血 肝跟腎的功能比較不好 你的排泄也比較不好 是 有時候也會造成痛風 是是 簡單來講有很多族群 但是過度肥胖 這是最重要的族群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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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真的是不能太胖 要減肥 可是現在我們台灣的美食真的太多了 真的有的人說不吃又捨不得 所以說你把這些 引發我們痛風的東西吃了太多了 有可能真的有一天為了愛吃 我們就產生了痛風 讓我們真的是痛不欲生 是是是 這是真的 我聽說我們古代 這個痛風就叫做王者之己 對 帝王病 帝王病 真的是好人病 好人病 都吃太好 是是是 那當然我在看說 有一個文獻他提到說 接觸環境中的牽 也會有可能 是 可是前幾天因為中秋節再寄 我們知道就是說 我們看了那個 一個消費基金會的人去查的東西 什麼餘松裡面有含牽 那為什麼牽真的會造成痛風 為什麼呢 牽會讓我們的腎臟排泄尿酸的能力降低 是 其實很多東西都會讓你的腎臟排泄尿酸的能力降低 像喝酒其實它有一部分 它不只是喝進去普林而已 它又讓你的排泄也降低 所以喝酒是兩方面的壞處都有 其實更常見的原因 其實很多人是因為藥物引起的 藥物 有一些藥物會造成排泄變得比較少 就是一般的慢性病嗎 對 這裡面最有名的藥物其實是高血壓的利尿劑 是喔 利尿劑啊 它其實它讓你的小便稍微多 那它的假象是你的尿酸就回收的 回收也回來就排不掉了 所以很多的藥物有時候是尿酸的主要原因 可是不吃也不行啊 血壓高啊 那這個時候就要請醫生調整成另外的高血壓的藥 還是有的 現在很多新的藥不見來用利尿劑 是 另外我看到就是阿斯比林也會嗎 阿斯比林會讓你的排泄也會減少 百分之十 是 還好也不多 所以一旦你也真的有尿酸的問題 可能就要回來想 是我的用藥要不要調整 是 特別是高血壓的藥物 是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影響肝腎排泄的尿酸的藥物 都要小心 是 有一點我不懂 我不懂的 我看到為什麼說器官移植也有可能呢 那是因為這群人會用一些所謂的抗排斥的藥物 這裡面最有名的是環包鈴素 環包鈴也會讓你的腎臟的功能變差 是 也會排泄不掉 那還好這是一少數的族群而已 是 那這裡是要提醒大家 真的是要回去檢視你為什麼尿酸會高 到底是進來的多還是排去的少 是 那把原因先找出來其實是治療最重要的一步 就是我們吃進來的跟我們排出去的不平衡 對 沒有錯 吃太多了 排量太多了 所以說其實要排得夠把它這個平衡的話 運動讓它流汗也是一個方法 也很好 沒有錯 那最重要是喝水 所以尿酸高的人每天至少喝2000CC 2000CC 要讓你的小便排出來的量要很多 而且小便要淡淡的輕輕的這樣才有夠 是是是 那當然控制飲食更重要 是 運動也很重要 是 生活上還有哪一些需要注意的呢 好 那其實減重是排第一名 是 因為其實大部分的人是因為肥胖造成的 是 那肥胖本身就會讓你的排泄量就變少了 所以適當的控制你的體重 那再來是飲食 飲食這個特別值得講 很多人說 我有休息 我有聽風 是不是我什麼東西都不能吃 嗯 很多東西都不能吃 那這裡面有些其實是誤傳 很多都是謠言 謠言 這幾年的新的研究是這樣子的 就是吃東西的飲食裡面一般來講 你只要注意三大類就好了 不是都不能吃 是是 三大類真的不能吃 最重要的是酒 酒 酒因為剛剛講又有兩大壞處 酒有烈酒有一般的啤酒 對 啤酒最不好 啤酒最不好 烈酒第二個不好 噢是 葡萄酒稍好一點 噢 但是都不好 反正都不好就對了 都不好 所以你真的要喝 一定要喝那葡萄酒勉強適量還可以 是是是 其他酒真的都不能碰 是 第二大類的食物其實是高普林的食物的代表就是內臟 內臟類的 北來的東西 對啊 以前的北來的人說哈水湯好像很好吃 加薑絲 是啊 所有的內臟 不管你吃什麼內臟都不好 因為它都是高普林食物 是是是 第三大類其實就是高脂肪的食物 是 所以肥肉啦 油炸的東西 所以肉類都要少吃 一些濃湯啦 高湯類都要少吃 是 所以我剛剛只講三大類 我並沒有講豆類 其實豆類沒關係 豆類沒關係嗎 對 吃菜人吃豆腐其實沒關係 真的嗎 有人說豆腐吃太多會會痛嗎 其實植物性的高普林食物是沒關係的 是是 有很多這種食物啊 普林雖然高 像蘆筍也有點高 但是沒關係它是植物性的 是 紫菜有點高 豆芽有點高 那它會排泄掉這種是沒有關係的 是 動物性的比較不好 是 所以我剛剛講還是內臟肥肉跟酒這三大類 這裡面有一樣的菜呢 我最愛吃就是豆芽 但是我的身體一直很好 所以其實提醒大家以後 大家也知道說 真的有什麼東西可以過濾一下 尤其現在我們電視在有些廣告啊 像那個滷肉啊 那個肉看起來又那麼香 呆呆呆的好像很好吃 少吃 不只是會痛風 包括我們的血液循環都出了問題 對很多其他的問題 對沒錯 那這個我想就是說 讓人家痛不住的這個帝王的疾病呢 這痛風呢 到底是不會怎麼來做治療 的確啦 其實最後還是要回到醫生 開點藥物來治療 是 那麼給大家一個數據 就是說那個尿酸剛剛講正常要7 但是一旦你痛風過了之後 我們就要降到6 是 這樣才叫達標 所以治療最重要的是 你要定期監測你的尿酸值 是 要厭血 血中尿酸值不能超過6 那第二大例就是 當你要控制尿酸值 那我們有兩大方法 是 一種是藥物 一種叫非藥物 是 那 非藥物的方法 不管你在怎麼嚴格控制 能夠降低的幅度 都很有限 是 一般來講降低的幅度大概是1而已 所以如果你本來是9 大概只能降到8 那我們的目標是6 是 所以還是很難靠單純的飲食控制 來達標 所以基本上大部分病人 最好還是要靠藥物這一部分 藥物大概都哪一些 那尿酸的藥物其實這幾年也有一些新的進展 尿酸藥物分兩大類 是 一種是減少它的生成 讓我們的身體的代謝 不會那麼多的普林產生出來 是 這裡面的藥最有名的是安樂普諾 可能很多人聽過這個安樂普諾這個藥 它會減少這個DNA的生成普林 是 最近有一個新藥 這個新藥效果更好叫伏避痛 這個伏避痛可以更有效的減少尿酸的生成 而且比起剛剛的安樂普諾更沒有副作用 是 這是第一大類的藥 減少生成的藥 是 第二大類是促進排泄 是 那這裡面的藥是效果都很好的了 那這個最有名的藥叫本補馬龍 就是讓你尿酸趕快排泄掉 是 通常每天吃一次效果就非常的好 是 所以可能要請醫生跟你判斷到你是哪一型 適合哪一類的藥物 基本上這些藥物啊 基本上沒有什麼副作用 很多人說阿衛醫師啊你吃這個會生油脂啊 生肥沒有都生油 是 其實要反過來講尿酸如果不治療 電腦會生油脂 是喔 因為剛剛講你也沉澱底的腎臟啊 沒錯 腎功能會不好啊 沒錯 那尿酸的藥物本身其實還好沒有什麼副作用的 是 但是如果是一些止痛藥 類固醇那種才有副作用 是 可是很多人他會自己到西藥店去 痛風的時候買一個支撐來這裡 就是啊 效果好像很明顯 所以其實這是常見的錯誤就是說 止痛藥就是有痛才吃 不痛啊沒事情都沒吃油啊 這是錯的 錯的 對 你尿酸最重要的治療 不是止痛 而是降尿酸 喔 所以通常是這樣 止痛藥我們還是會開 那開個幾天 不痛就不要吃了 是 你經常吃還是不好 嘿嘿 不痛之後 就要回來長期吃 降尿酸的藥物 是是 這件事情是一杯子的 還是會降下來的 會降下來 因為如果你不把它降下來 下次一定會痛回來的 喔 你就反反复复再痛 喔那是不好的 那是不好的 所以治本就是說降油酸 這樣尿酸的藥物通常每天只吃一次就有效了 是是 但是真的要長期吃 是 因為尿酸這件事情是慢性病 是 就像高血藥一樣理論上都是一輩子的問題 是 所以當你哪天停藥它又反彈回去了 那更糟糕了 是啊 這更傷到油漬了 就是這樣 尿酸不治療 傷腎 傷心 傷其他的關節 軟組織 是是 所以一定要把它降下來 是 不過有一種藥好像很普遍的叫秋水仙 好問題 秋水仙是這樣 我們一般是在治療急性的疼痛 急性就是忽然發作了 在痛的時候 對 那急性疼痛吃個幾天 如果好一點之後可以減量 那但是如果你是那種常常發作的那種病人 有時候我們會當作預防性的用藥 那就每天一顆很低的劑量就可以 是是 那如果你是急性的疼痛 你每天可能是兩到三顆 那是治療的劑量 是 那一般來講這樣子治療或預防理論上 如果你都不痛之後 半年就可以把秋水仙停掉了 停掉 對因為半年之後通常就是 只靠降尿酸的藥物就夠了 是是 到最後只剩下一個藥長期吃藥這樣 所以降尿酸的藥就是把它 你說一天吃一顆就把它當作是慢性病 像高血壓的藥 或者是什麼藥物這樣子 一定要吃的 一定要吃 而且要長期吃 通常要剪藥之前要經過醫生同意 不是說有的人說我沒疼我就沒吃 不能自己停也不能自己剪 對 而且在吃藥的期間 定期抽血很重要 是 常常監測你的尿酸值 所以每隔三到六個月要養肺 兩塊有達標 達標就是控制在六以內 太高太低其實都不好 那有一種要去抽他的關節液到底是做什麼用的 關節液通常只在急性發作的時候 是 我們再抽出來讓你舒緩一點 抽出來可以檢查裡面有沒有尿酸 這是確定診斷 這是在急性發作才需要驗的 通常已經慢性期已經不怎麼痛了 驗血就可以了 是是 聽好的人可以運動嗎 如果你正在痛當然是不行 那當然 正在痛你也沒辦法動了 是是 那慢性期要多運動 慢性期多運動 主要的原因也就是說幫他做個排泄代謝 對 沒有錯 是 所以你要把你的生活習慣都調整過來 是 剛剛講的少吃多運動 然後長期吃藥是最重要的三大原則 是 所以體型也不要過胖 也不要過胖 是 那生活上我想就是說有痛風的人應該很多人 那我想藉這個機會請我們的 魏醫師魏主任來提醒大家 在生活上作息上要注意的那些 基本上就要生活正常 然後表示你的生活作息不能亂 飲食要很清淡 他講多喝水 不好的習慣要戒掉抽菸喝酒 要戒掉 是是 適當的運動的習慣 是 然後最重要的找醫生定期追蹤 是 定期吃藥 沒錯 把它當作一輩子的事情 是 因為現在健保非常的方便 然後到醫院做檢查 這是最有保障的 千萬不要說 自己久了以後把自己當成醫生了 我可以買什麼買什麼買什麼 甚至來藥挑一挑 其他不吃 這會出問題了 常常就是很多人很激烈 結果延誤了病情 壞了自己的身體 這是最要不得的 所以我們今天非常難得邀請到 就是我們中山醫學大學複社醫院 風濕免疫過敏科 魏正宗魏醫師魏主任 謝謝您 謝謝 謝謝師姐 祝福您感恩 謝謝您 當時我們也很感謝收看 用心看台灣全民健康 保養 祝大家平安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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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万严心培 仍有财献财 财献财 请收看 为心世界 用心看台湾 全民健康保抢 温暖一脉是更远 山高污染世间沉 伤人心本清净 红群老猪发旋旋 中华山族的流宝 满眼子孙一万年 各位孙小小姐 大家平安 大家好 欢迎收看 用心看台湾全民健康保抢 温暖要达全民健康 让大家尽管保抢身体 正確的理念 我们特别要求在台湾最优秀国科的专业医师 我们很感谢就是说很多医生都很乐意来接受访问 就是说赞了你们的时间 但是贡献出你们这么多的智慧 因为很多人对这身体健康的问题 当然知识一直在提升 可是有很多都是医治半解 但是很多我们的信众看了这个节目以后 都是很赞叹说 可以在这个地方吸收很多健康的地上 这也是我们真的很怀着很感恩的心 谢谢你们来接受我们访问 当然就是说我们提到 最让大家头痛的就是说 常常会提到肾上有一块粗粗的 圆圆的有一块没一块的 但是有一段时间又好像好了 又好像时间又出来了 那这种险 提到这个险的问题 可能很多人会想说 险好像都一样 事实当我要访问我们卫医师的时候 才发现说 其实险有很多是不同的 那我想在这里先请问一下这个 险的定义 还有它形成的条件 OK 险要先分成两种 两大类的 那一种常见的是黴菌感染 黴菌感染 就是说感染到造成了险 是 这种黴菌的险常常听到的是香港脚 香港脚算险吗 算竹险 竹险 对对对 有人是在险枯的 是吗 提险 所以险枯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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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这是一种病原去感染造成的 是 其实还有第二大类 它不是因为黴菌不是因为病原 而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免疫失调 所以常常咬 也是变成一部分的险 是 这种险是因为免疫造成的险 是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肝险 肝险 打险 肝险有人称为牛皮险 牛皮险 这种其实黴菌感染没有 你去找都没有黴菌的 是 其实是免疫的失调走行 这两个有什么不同 治疗就完全不同 你如果是黴菌的 我们大概用一款黴菌的药 黴菌会传染吗 接触传染 接触传染 对 你如果常常在摸 摸到又摸到别人 这样就可以传染过了 它如果抓破皮了 对 容易感染 抓破皮又有时候细菌又会跑进去 所以很多人会互相传染的是这种黴菌的部分 青山也会 有时候也会 是 有时候也会 那还好如果是另外一边 它不是黴菌感染 它是免疫的失调 它就不会传染嘛 这个不好啦 这个问题就大了 您刚提到这个白血干血 对 这个事实上是更严重一点 所以今天要讲的是干血牛皮险 事实上不是一般的那种黴菌感染的险 所以我在看 在路上我常常看到有一些 像那个什么中医啊 或者是路边 我不曉得它是做什么的 会挂了一个险 或者是白险 我一直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这一些从电脑里面看 全部都是很多中医师在谈这个牛皮险 到底这个牛皮险 跟牛有什么关系 OK 牛皮险的意思是 因为它很难治疗 很牛皮 是 所以小说牛皮险 是 那是 我们还是习惯称它为干血 干血 打血就是说它是皮肤很干燥 是 那干是它的特征之一 是 看起来也是沙沙沙沙 它会一直掉血吗 它会掉血 其实它的特征啊 跟一般的黴菌感染不大一样 的确它会厚 皮变高 是 然后很痒 是 其痒无比 是是是 然后范围都很大一块一块的 嘿嘿 然后你一抓 哇有些人就像雪花一样 就会掉很多血 是 很多人长在头皮一拨 哇 头皮血都掉下来了 是喔 它皮肤其实是很容易角质化 嗯哼 角质化就容易脱血 是 这种特殊的病灶 我们称它为干血 嘿嘿 它也是一种自体免疫的问题 因为它是免疫啊 攻击你的皮肤的细胞 所以皮肤就不断的增生 一旦增生就会脱血 就会痒 是 然后事实上是一个皮肤的自体免疫疾病 也是自体免疫疾病 也是自体免疫疾病 不过我想这个病应该 从那些图片看起来是非常害怕的一件事情 那我想请问一下这浩花的年龄呢 大概是 是什么样子 肝血其实既然是免疫 基本上免疫啊 反倒是年轻人比较多 年轻人的免疫失调 失调很奇怪 是 我们这些自体免疫疾病啊 其实发生在年轻人还不少喔 因为年轻人正在免疫系统在发展的阶段 是 那通常在二三十岁以后 免疫才会真的稳定下来 是 所以我们有不少病人是二三十岁的 哦 这是一个族群 是 当然也有另外一个族群 其实年纪大 那有时候免疫力也会失调 五六十岁的也有 所以两大族群 年轻人 还有个老年人 诶 诶 基本上就是它的免疫的失调啊 通常啊跟先天后天都有关系 是 所以如果你有家族病死的 初来对我来我记得肝险的 会遗传吗 会遗传 当然遗传不是百分之百 统计上来看大概百分之十到二十 但是遗传性是比一般人是要高很多 是 所以先天加上后天 就造成这个肝险啊 其实是有一个比较难治疗的疾病 哦 是 所以如果是有家族死的人 就是说 虽然只有百分之二十三十 但是呢 他的发病距离可能会比人更高一点 对 比正常的人 所以一般我们都建议 如果你的家族有一个人有肝险 那下一代或是你的平辈也好 然后被夫如果有这样子就是快来看 但不是一般的腺 很多都是免疫系統造成的 所以說比別人更要注意一下就對了 對 要提早注意 提早想到是免疫的問題 沒錯 那我剛剛提到 就是我在路邊看到的這些 可能就是提到一個塗藥 擦藥 這些乾癩牛皮癩這個東西 沒有要有效嗎 當然我不是說所有的偏方都沒有效 但是偏方要經過學術的驗證 才知道有沒有效 那我只能說大部分我們看到的 用這些偏方通常都沒有真正有效的 是 這是暫時的安撫嗎 對 一方面就是暫時性的症狀 讓你好轉一點 一方面很多偏方其實是加了類固醇 是是 類固醇你抹起來會暫時會覺得比較好 那一發起來就更嚴重 是是是 所以不是說都沒有效 但是真的要很小心 一般乾癩我們還是建議要找專科醫師 是 你可以找皮膚科 或是找免疫風飾科 是 很多人說你乾癩怎麼會找免疫風飾科 因為我剛剛提的它其實是免疫的問題 是自體免疫的問題 自體免疫 其實它不只影響皮膚耶 它還是會影響到內臟嗎 不影響其他器官喔 有啊 乾癩其實影響了皮膚以外的器官 最重要的其實是關節 關節 對 它會變形嗎 也會嗎 它也會造成乾癩關節炎 嚴重的也會變形 是 而且它的關節是很特別的關節炎 是 它有時候會腰痠背痛 有時候是手腳的痛 是 所以它有可以是脊椎的痛 可以是手腳的痛 這種痛啊 每個人因人症狀 每個人不大一樣的 有30%的皮膚乾癩的人 會併發關節病變 是 這種有時候你不去檢查 你也以為這個關節痛嗎 跟這個有什麼關係呢 那不只是關節啦 其實因為它既然是自體免疫疾病 它有時候還會造成內臟的影響 是 有些人很奇怪會造成紅彩炎 紅彩就是眼睛 眼睛紅紅 對 這個紅彩是我們這個瞳孔周圍 叫紅彩 對 10%的人會併發紅彩炎 它會臭臭嗎 那紅彩炎的症狀就是說你眼睛就看不清楚 看不清楚 會胃光 會紅腫 有時候視力就不好了 所以也會影響視力 也會影響視力 當然不是每個人 有些人會引起腸胃道 泌尿道有時候也會不好 是 它還是一個全身性的自體免疫疾病 不只是皮膚而已 是 是 那我想請問一下魏醫師 這種我們所謂的牛皮癩 患者多不多在門診裡面 其實是不少 對 全部的乾癩的族群 大概佔所有人的1% 是 不算太少 100個裡面就有1個 是 是 是 當然有些人是小小塊一點點 有些人只是頭皮一點點那種就還好 嘿嘿 但是有些人就是全身面積很大的 一般來講如果你這個全身的面積超過10% 你就一定要看免疫風飾科 是 你單單用皮膚擦那個沒有用的 嗯哼 你就要用一些內服的免疫調節劑才有用 是 什麼叫10% 你很簡單你用你的手掌去估量 嘿嘿 那一個手掌的面積大概是1% 所以你這樣加起來有超過10個手掌的面積 這種你一定要回來看免疫風飾科 是 你這種有一些新的藥 它的治療效果會比較好 好 那我請問一下 假設有這麼樣的10個手指頭這麼大一個面積了 他都不看醫生不管他會怎麼樣 這有很多併發症 肝癇的併發症分兩大部分 一個是你單純的皮膚而已 皮膚這個其實還好最多就沒看 那有時候就是會影響指甲會臭噶 臭噶 我看那個指甲好像都沒有了 會很醜喔 對喔有時候指甲會被人的會吃掉 是是是 所以就全身皮膚 為什麼這個菌會吃掉他的指甲呢 其實他是因為免疫系統不好 他會讓你這個甲床的微循環 肺瀏比較不通 是是 肺瀏如果不通我們肩膏就生不好 所以肝癇的人皮膚指甲都不好 是 第二個他會影響關節 所以我們肝癇的人如果你不去治療 他有些人關節也會變形 是 有些人脊椎就彎不下去 是是是 脊椎就黏在一起了 是 那第三大部分其實是更大的問題 是肝癇的人如果你都不治療 他會產生很多的心血管疾病 又來了 又來了 對 他會讓我們血管陰化 是 一樣濃郁心肌鋼 腦中風 是 他實際上還會合併很多的代謝症候群 冬也不好 血油也比較高 糖分也比較高 是 那影響是全身的代謝的問題 是 所以這樣聽起來 我們今天我們談到了就是風濕的 我們談到了這個 這三大的問題呢 免疫風濕的問題 這個免疫系統失調的問題 自體免疫功能的問題 其實都跟全身性有關係 都有關係 因為免疫系統無所不在 全身都有免疫細胞 這太恐怖了 所以這種就是要全身都要治療 你不能只治療一個皮膚 是 那治標不治本 是是是 所以我們不是症狀治療 我們要免疫調節的治療 其實我們的重點是這樣 是 那如果像他有這樣的一個牛皮癬 這些人 哪些東西可以吃 哪些東西不要吃的 對 那就要回來想為什麼會發病 發病基本上跟環境因素很有關係 是是 像天氣 天氣 乾冷的天氣就比較多 是 所以冬天比較容易耗發 嘿嘿 乾燥的天氣容易耗發 是 所以你就要盡量避免乾冷 要保濕 要保暖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發病 我們發現很多人都是生活習慣不正常 壓力大的時候 嘿嘿 熬夜的時候 是 所以你要讓你的生活習慣很正常 是 不要熬夜 定時的做習 很健康的生活習慣 是 第三大類是食物 食物 很多比較燥熱的食物太瘦了 嗯哼 或是增強免疫的食物不能亂吃 譬如呢 好問題 我們現在吃保養 吃保 我們中國人最愛吃保 對啊 所以冬天本來就容易耗發 冬天又吃補 就很容易發作了 哦是 所以它是燥熱的一個病 對 因為乾癇事實上是燥熱體質 加上你的免疫已經太強了 是 自己攻擊自己了 是 那你再吃增強免疫的食物 就火上加油了 是 吃東西也要清淡一點 是 反正吃清淡 那當然酒那個不用講了 當然生活就很正常 是 不好的東西都不要 抽煙喝酒是最最不好的 所以其實跟我們的生活作息 今天談的這個免疫功能色調 都跟生活作息有關係 都有關係 對 免疫跟你的生活習慣 飲食運動都很有關係 是 但是呢 這些牛皮癡就是乾癡的東西 它會不會癢 但是很多人我看到是 一直抓 乾癡是會很癢的 很癢 乾癡事實上是非常癢的一個病 那不管在不同的階段 不同的症狀 那脫屑都是比較末期的 早期就是紅 一塊一塊 有時候就開始癢了 是 那越抓越厲害 我們這個病啊 因為你皮膚很敏感 你一抓 你抿疫細胞又過來了 是 又發炎了 又更厲害了 是 所以乾癡要盡量不要抓 不要抓 對 可是它又真的很癢怎麼辦 對啊 這個時候你就要靠藥物 止癢 靠止癢的藥物也好 靠口服的藥物也好 絕對不能抓 越抓越厲害了 聽了這麼恐怖 你想要給它抓癢也不行 想要擦藥 只是一個短暫的 那這個到底能不能根治啊 好消息是這幾年 有一些新的藥 是喔 還好 的確以前這個病是很難治療的 那麼最近這幾年 事實上我們這個免疫系統的藥很進步 那乾癡的治療分兩大類 一種是局部的皮膚的外用的藥膏 所以有人去用藥膏 有人用藥水 有人用照光治療 照光啊 有一種紫外線療法 是 那這種是還是可以用 這種最單純的比較輕的皮膚炎 是可以用的 是 它比較嚴重的 其實要內服的免疫調節劑 是 那免疫調節劑現在有口服的 傳統的免疫調節劑 那還有一種更新的 是打針的 打針 免疫標靶療法 也有了 是是 那比較新的是這個免疫標靶的藥物 因為它的效果 比起你之前這些治療啊 都好的非常的多 可以說是前所未有的最成功的藥物了 是 所以通常只要打個幾針 然後以後定期久久打一次 通常可以控制的非常非常的好 可以治療到它怎麼樣的效果 可以請問你它可以治療到什麼效果 一般來講就是這些新的藥 像我剛剛講的生物製劑 免疫標靶療法 我們用一個數據來評估 大概會有75%的人 會進步75% 就是說你的皮膚 可以進步到剩一點點嘛 大部分人都做得到 好消息耶 對 甚至有20%到30%的人 可以治療到幾乎不見 是喔 這是以前不可能的事情 是是是 所以乾癇的治療 比起之前其實進步已經算非常多了 是是是 但是還是有問題 是因為這些藥都太貴了 都很貴的 一個月差不多大概4萬塊 因為我看這些人 如果像得到這種 有皮癇或者是乾 就是乾癇的這個東西 應該他的外觀已經是很不好看 那再來就是說 他可能看到人也不好意思 可能會困擾 那你說他花了這麼多錢 他可能不出門呢 怎麼賺錢 是說的也是 所以把病治好 好好的治療 然後重新出發這個最重要 還好啦 現在大部分的藥物健保都給付 是 只要你在這個嚴重程度以上 剛剛講的10%的面積以上 這種都可以用健保 申請看看 是 當然健保條件有時候太嚴了 所以有時候我們回過來問病人 那你有沒有那種 時之時負的醫療保險 有時候那個保險也會幫你付 是 那如果真的不行 那真是只好先用傳統的藥 然後不行再來考慮這些資費的 比較貴的藥物 因為身體如果也像有這個 牛皮癬的話 其實在生活上失去了很多信心 對啊 也跟朋友交往 其實像有些人說感冒打噴嚏 就拒絕去應酬了 沒錯 你說他們這樣的一個皮膚 儘管你再怎麼穿長袖衣服 還是他渾身不自在嗎 沒錯 所以我們很多病人 其實都是蠻憂鬱的 是嗎 然後萎縮 然後自我封閉 就像世界講的 沒有出去啊 那這樣醫生你怎麼開導他們 這個時候我們要回來跟他講 其實你要認識這個病 這個病其實不是絕症 如果你面對他 處理他 你是可以把他控制好的 何況有那麼多的新藥 是 所以正確的治療 把病治好重新出發 是 不是絕症 所以基本上你要先很認清楚這個病 是 何況現在的新藥越來越多 我們最近才剛接了一個新的藥的研究 這新藥更好了 百分之九十的人都有效 是 而且那種有效是幾乎看不到了 就是完全乾淨的了 是 所以主任你在自己從事的像 除了說你有每個禮拜有幾天的門診之外 其他從事一些研究的工作 還有一些教學的工作 都會針對這個免疫風濕過敏來做一些研討嗎 事實上我自己的專長也是做這種免疫疾病的 這種臨床的試驗 是 所以我們有很多國際上的新的藥 我們跟他們合作 然後來做這種新藥的臨床研究 我自己也在醫學研究所裡面教書 是 所以基本上這些新藥的發展很快的 這幾年我們在國際上看到的這些新藥 還有很多都等著要上市了 是 所以千萬要對自己有信心 是 給自己機會 沒錯 只要你願意走出來接受正確的治療 沒錯 基本上都可以控制的 就像你剛剛提到就是說 其實這些人都很沒有信心 而且很壓抑自己 可能會造成憂鬱症 對 也可能會覺得說 對這個以後的生活都沒有一個寄託希望 那經過這樣子你們來開導他們 希望心裡可以開朗一點 有病真的要看醫生的 那當然為什麼這一些牛皮癬的人 他可以去外面曬太陽嗎 曬太陽本身是OK 但是不要那種正午的大太陽 一般人也受不了 對 傍晚 早上是OK的 實際上曬太陽對皮膚是有幫忙的 也可以殺菌的 對 可以的 我們用照光療法就是用紫外線來治療皮膚 可以的 適當的運動還是很重要 其實乾癬都是因為你的生活出了問題 免疫才會出了問題 所以我剛剛講運動生活習慣 包括整個身心靈的調養 一定要讓自己走出來 走出這個憂鬱 走出這個煩惱 所以身心靈都調養好 再配合醫生 大部分人都可以控制得很好的 要有陽光的心靈 沒錯 那當然為什麼我聽說有一些 儘量在像這個牛皮癬 儘量避免感冒 通常感染的時候 免疫會被激活 所以任何的感染 所以原本快要好的 對 有時候就會發病起來 是 我們常常碰到發病的原因 一個是感染 不管是腸胃道 呼吸道 泌尿道的感染 有時候會誘發出來 是 第二個就是生活的失調 最近吃了不正常 像我也不正常 才會發起來 第三大例就是亂停藥 亂停藥 因為這都是慢性病 是 自停免疫東西 一輩子的問題 是是是 一旦停藥就容易復發 是 所以也不能亂停藥 是 有一些人為什麼他好像會發燒 或者是拉肚子 乾癇他就是會誘發其他的症狀 不只是皮膚 所以這個也是誘發出來的 會喔 對 這是互為因果 當你有感染就容易乾癇 乾癇的時候 通常你的腸胃道也不大好 你的泌尿道也不大好 是 所以互相都是因果關係 所以你要把你的全身 都要調養得非常的好 是 飲食 運動 生活習慣都要照顧到 是 這樣免疫才會回到穩定 是 免疫系統哪穩定 其實乾癇才會真的好起來 是 有一個問題我想比較嚴肅 就是說 浩發的年齡在二三十歲 那這些人會影響到他的生殖能力嗎 還好啊 就是受孕率不大影響 是 那懷孕的成功率不大影響 是 但是如果你在吃的這些藥物啊 他們通常有時候會影響到一點點 所以在懷孕當中你就要跟醫生討論 我的藥要不要停 是 要不要改 是 但是也不是自己停藥喔 因為我剛剛講過停藥很容易復發 基本上在懷孕的階段 如果你是女生要要調整一下 那如果不是懷孕的階段 基本上影響是很小很小的 所以他還是一樣不會傳給他的配偶 他不會傳染 但是他會遺傳 喔 可能要下一代 對 你說嘛還是會有缺陷啊 對 所以免疫的疾病跟先天都有點關係 是 他跟遺傳基因是有關的 是 所以大概也會有百分之十的機會 遺傳給下一代 是 那麼他們還要再注意哪一些的生活呢 基本上你對你的皮膚的保養是很重要的 是 因為他主要是皮膚 保濕 保濕 保暖 適當的用一些 提到這個我想到洗澡的時候可以用肥皂嗎 少一點不要太多 因為肥皂會把你的油脂都去掉了 已經夠乾燥了 讓它更乾是不行的 洗完一定要擦乳液 事實上還有一些乾癇專用的泡澡的一些藥水 肥皂 皮膚的保養是重要的 是 那再來是生活的保養 是 讓你的免疫系統穩定下來是重要的 是 我想最後一點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 魏醫生 我們來關懷一下這些牛皮癢的患者 他自己本身護理還有看醫生的時候 應該要遵守的事項 對 好問題 第一個我覺得良好的看病的習慣是很重要的 所以謝謝師姐這個問題 很多人其實看了病沒有照醫生的指示來做 所以你要加減藥讓醫生知道 你要併服中藥其他的食品沒有關係 你要讓醫生知道 因為事實上很多都會干擾醫生的判斷 一定要把你所有在吃的藥 我都希望你把藥都帶過來跟我討論 是 家裡有什麼資料 現在在加油都讓我們知道 是 這樣比較不會去交互作用 第二個配合醫生是很重要 因為他是慢性病 是長期治療 是 所以他不能亂停藥 長期要抗戰的 對 你要想這是慢性病 你要接受這個事實 是 你要接納他 你要跟他和平共存 你要想說我是來控制他的 我不是要打敗他的 我不是要根治他 是 跟他和平共存 心態很重要 心態很重要 你不能期待過高 那接下來你要對自己真的要很有信心 如果你走不出這個憂鬱 你身心調整不過來 吃任何的藥效果都不好 是 自己一定要把自己改變過來 心情很重要 對啊 改變自己的心情 生活習慣 抽菸都要戒掉 重新出發 是 當這些改變過來之後 你的免疫系統 就慢慢就回到正常了 再配合醫生 這樣治療效果都是不錯的 是 像我們的病人 基本上都控制得很好的 所以要有信心 是 所以我看呢 就是有牛皮腺 或者是有免疫功能 有出問題的這些朋友 今天一直聽到我們的衛主任 他是在我們的中山醫學大學 輻射醫院 風濕免疫過敏科的主任 當然就是說 已經目前對這個 我們牛皮腺的病 已經是有很多藥 都已經先的研究開發出來 但是我們也希望 就是說 以後呢 趕快的加緊一下 讓他真的可以很快的 就把他治癒了 甚至可以跟治 讓這些人可以真的很陽光的 面對大家 對啊 事實上可以常常上我們的網站 我們有一個 中山醫學大學 臨床試驗中心的網站 我們還有一個 風濕免疫過敏科的網站 這裡面都有些新藥的資訊 是 是 太好了 所以我們今天真的很高興 訪問到我們的 中山醫學大學附射醫院的 風濕免疫過敏科 魏正宗魏主任 謝謝你 謝謝我們訪問 謝謝師姐 帶了這麼多的智慧給大家 謝謝 謝謝 感恩 謝謝 感恩 當時我們也很感謝收看 《用心看台灣專民健康保驗》 祝大家平安健康 音樂 音樂 提醒 音樂 音樂 我想 Hog 作為時尊無負責 你會將生你的孤寧 將我將心佩 將有財運 財運 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